这小家伙又折腾了一页 咱们家宝宝昨天晚上唱了什么歌 当然是世上只有妈妈好了 明明唱的是爸爸去哪 我上班去了 老公开车慢点 好嘞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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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家 我肚子疼得要命 咱们家孩子快生了 老婆 你等着 别着急 我马上回来接你送你去医院 大哥 大哥停车 帮帮忙 什么事 我儿子掉山崖了 流了好多血 我等了半天也没有车过来 你帮帮我救救我儿子吗 你自己通理吧 我还有机制 大哥 我求求你帮帮我吗 今天我和老婆带着儿子出来发山 跟下完血陆太华 再摔下山崖 我老婆去车里找人救救了 我在这里等路过的车 从这里开车在镇上只要十分钟 我儿子再当我一会就没命了 你帮帮我吧 我如果送他儿子去医院的十分钟 再回来救我老婆来回家二十分钟 我老婆一个人在家 没人帮帮他 他也没想到 你儿子在哪里 在那下呢 在那我带你去 人呢 就在下面 我小孩就在这儿 赶紧 喂 老婆 你说什么 声音大点我听不清楚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你在见我 大哥 谢谢你 你真是好人的 你放心 好人越好 你老婆肯定会没事的 快进来 你身在干嘛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你想还不得到手术吗 就给医生就好了 我要不去的话 我派我一辈子不安心 大哥 别担心 你老婆会没事的 老婆 这怎么回事 老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要感谢这个大哥 是他开始把咱们儿子送进医院 救了咱们儿子 大哥 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们今天算是遇到好人了 嗯 老婆 怎么回事 老公 是他救了我和孩子 我刚刚到村子里去找人求救 刚好在外面听见这个孕妇难产 我看他胎位不正 如果不接受专业的接生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正好我是一名妇产医生 我就帮他接生了 来 看看你的儿子 谢谢 谢谢 你救了我们船家 这都是应该的 其实当时我真的非常犹豫 不知道是先救孕妇 还是先找人救我们的儿子 还好最后一刻我没选错 当时你爱人向我求救的时候 我也非常犹豫 我不知道是该先回来救我的爱人 还是救你们的儿子 幸亏最后你们都做了正确的选择 动动您的手指把视频转发出去 带给大家欢乐和正能量 因为社会需要正能量 更多正元老师主演的长视频 请关注正元工作室公众号哟